如果投胎出生的袈裟,人生能有多悲惨 当你姑姑倔地时,只能跟着200万人一起挤在300多乒乓棍的地方生活 这个面积仅相当于上海普通机场的六倍多 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居民住宅区 这是中东最大的沉重村 吃不饱,穿不暖,基本的日常生活只能依靠国际援助 而且经常被以色列拦截检查 最后只能拿到可怜的一定点 如果这样侥幸没饿死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要上学了 不好意思,在2021年,以色列轰炸了30多所学校 目前加沙已经无学可上了 文盲就文盲呗,日子总要过吧 像种植些蔬菜,自来水费用是以色列的10倍 而且还被严格控制用量 甚至连喝水的锦都被以色列用水泥封住了 像糕点青红叶,原材料被以色列封锁了 即使批准了也要收关税 侥幸工厂做大了也会被以色列以各种力量关停 像出海打鱼吃点海鲜,捕捞范围都被以色列军舰监视了 一旦超过监视范围,轻则传回人伤 重则全传一家老小,不幸灭门 出门想找个班上,只能到一些小工厂里打他零工 因为大的企业都被以色列搞死了 想用电,加沙地带唯一的发电厂 由于以色列的燃料封锁 电厂的6个无人机中只有4个在运行 而且由于常年战乱 发电厂多次被炮弹击中 导致发电能力一日不足 而近日,这唯一的发电厂由于燃料短缺而被迫关停 累了一天,想要下班回家休息 发现家没了,被以色列人推平了 不愿意带在加沙城里,想出去看看 抱歉,出不去的 外面被以色列修建的高墙挡住了 这高达10米的水泥墙 绵绵长长有700公里 而且每隔10几米就有座港楼 水泥墙外300米是安全区 如果被发现闯入进去 就会被无情射杀 这座高高的隔离墙 俨然把加沙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 以色列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控制了加沙的边境 领空,领海,食品,电力等工艺 逐步实施对巴勒斯坦人的圈养 当然,如果在加沙城表现良好的话 会被以色列颁发工作通行证 可以去以色列打工 但没有任何福利和保障 如今的加沙城 两面被以色列包围 西面是地中海 对于南面,还有通往埃及的唯一口子 巴以冲突发生后 埃及出于兄弟感情 想到在街上的拉法口岸 对加沙城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但是以色列发花了 不管谁去那边 只要看了卡丘就炸毁 虽然目前该口岸人处于开放状态 但口岸巴勒斯坦一侧的接触设施 因以色列的多次轰炸而被毁 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燃气 甚至年年和国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 都无法进入 当你弱小的时候 还手就是有罪 你瞪着敌人的眼神 你有仇恨也是罪 想要报警,没用的 电环的头接紧的叫美利坚 是以色列他二舅 就这样的生活环境 换做一般人被封几个月都受不了 可是生活在加沙的人 却被封了长达几十年 如今以色列各式丧心病狂 已下令全面包围加沙 对加沙地带断水断电断粮 并且已经动员了超过36万名预备一军人 坦克装甲车集结完毕 时刻准备攻入加沙地带 所以如果你是加沙城中的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 嗯,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还是希望冲突能早点结束 让无辜的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